OK,我们的党员还是有百万党员的 那现在大概是在105万7千个左右 那比根价我接手的时候 有减少了几万的 那是因为我们处理了一些 一些我们说已经往生的党员 或者在一些名册上 选名册上已经我们说已经说 证明他已经是离世的党员 都已经被清理了 那过去很多人说 我们做了反对党 会有所谓的退党潮之类的 那我们相较了过去两年的这个数目 退党的大概2000多 入党的有4000多 所以在马华里面并没有出现 这个所谓的这个退党潮 那在全国各地我们有188个区会 OK,通过3500个活跃的这个智会呢 都在各地的去做这个活动也好 或者在服务我们在地的这个选民 刚才你提到的是退党是2000多 然后入党是4000 这个是2018年到现在吗 是,我们做反对党的那一个期限里面 这样这4000多个这个新入党的这个党员 主要的年龄层以及他们的这个职业是属于哪一层的 那我不否认马华一直以来都是被 大多数都是被40岁以上的这个华裔选民 认可的一个模式 所以大多数都会在这个年龄层 那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就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统一是怎样的职业或者是之类的